圣经打到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凡从神生的 不能犯罪 因为他不靠自己行义 都不能犯罪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这是第五点 第五小点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 存在他心里 那么这群人是守道是不守道的 这群人 神的道能不能存在他们心里 上一堂课我讲了 他们是谁生的 这是第五点 他们心里装不了神的道 存不了神的道 这是耶稣 耶稣说的话 他心里存不了神的道 他不守真理 对不对 这群人是不守真理 这群人是守真理的 神的道因此存在他心里 是不是 所以这句话 第九节说 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 犯罪 存在他心里的人 他就不能犯罪 不存在他心里 他就能犯罪 因为道能在心里 不犯罪 怎么着 是不是 因为这群人不属神 所以他心里存不了神的道 这群人属神的人 道就存在他心里头 他能不能犯罪 不能 为什么 因为道在心里存着 他也不能犯罪 这里面说 他也不能犯罪 能不能犯罪 也不能犯罪 绝对不能 所以绝对不能犯罪 这群人 一定会犯罪 他也没有神的道 是不是他犯罪 一定会犯罪 因为他那个种是谁的种 魔鬼的 因为他是犯罪的种 是不是 一定会犯罪 他是魔鬼的种 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 是不是 所以他是犯罪的种 生的 一定会犯罪的 给我讲他 因为他是由谁生的 他为什么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谁生的 他是由神 生的 他是由谁生的 由鬼生的 是不是 谁生的 就跟谁像 对不对 那鳄鱼 那鳄鱼吃那脚马 脚马一到天袭的时候 他在那鳄鱼潭里头 就吃脚马 他生下宰长大了 吃不吃脚马 他照样也吃 是不是 毒蛇会咬人 他生下的毒蛇崽子 长大了 咬不咬人 有人 那么 恶人会犯罪 是不是 他生下的恶人 会不会犯罪 魔鬼是那恶者的 他撒下那个种子 会不会犯罪 魔鬼本身是说谎的 是不是 也是一切 说谎人的父 他会说谎 凡从他生的 会不会说谎 所以他自然就会说谎 他是由神生的 他也不能犯罪 神要显明一下 是不是 神要怎么显明呢 往下看 从此就显出 谁是神的儿子 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子 用什么显明呢 用行义不行义 犯罪不犯罪 爱弟兄 不爱弟兄 是不是 来显明一下 他是属谁的 神是不是要显明 神怎么显明 用犯罪不犯罪 显明一下 谁是鬼的儿女 是不是 显明 爱弟兄的是谁的 行义的是谁的 这伙人是 行义 爱弟兄的 这伙人是什么 作恶 恨弟兄的 可以看一段经文 约翰一书 第三章 用犯罪不犯罪 来显明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鬼的儿女 谁是从神神的 谁是从鬼神的 就把它显明出来 是不是要显明啊 约翰一书第 三章 懂得吗 第十三节 弟兄们 是在恨你们 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 你注意看这句话 你怎么知道 这人已经出生了 已经跟死亡没关系了 我们 弟兄们 世人恨你们 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 你怎么知道 你出死入生了呢 因为你爱弟兄 正在你穷生了 对不对 出没出死 出没出死 入没入生 你看这个传真道的 比我讲的好 我恨你 我恨死他了 这个 讲真道的 一下来了 把我讲的道都推翻了 我恨死他了 处于恶者是处于神 处于恶者 你看这个人 讲道 比我讲的强 我就嫉妒 处于恶者是处于神 你看这个人来了 把我的道都翻了 我宁可死外 再抵挡他 处于恶者是处于神 你看神越南 亚伯的记 不越南该隐的记 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 处于恶者是处于神 这不明显吗 因为他不爱他的弟兄 证明什么 作恶 他叫什么 怎么样 汉弟兄 汉弟兄 是不是 做不做恶 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重生了 因为他爱弟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没重生 因为他恨弟兄 所以一直把 亚伯给杀了 往下看 第十四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 处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哪里 死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 存在他里面 这人得不得永生 从未重生 没重生 因为恨 说不上 犯罪的是 属魔鬼啊 犯罪的人 一定是恨弟兄的 一定是活在肉体中间的 一定是撒旦生的 一定不是神生的 对不对 因为他里面没有 不存神的道 他也 不可能不犯罪 我们再看第五章 十八节 第五章 第十八节 知道吗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必 多犯罪 从神生的 必 保住自己 那恶者也无法害他 出去往前看啊 往前看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必 不犯罪 这能犯罪吗 这根本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神的道 这怎么犯罪 你要说 凡从神生的 还能犯罪 这就说明 你在说神 自己会犯罪的 从神生 就是从真道上的 道是不是罪 你如果说 从真道上的 还犯罪 这说明 你今天你在说 神在犯罪呢 是不是 难道基督是 叫人犯罪的吗 从神生的 能不能犯罪呢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对不对 神的道 存在他心里 他能不能犯罪呢 因为神的道 存在他 这就说 必不犯罪 是不是肯定 对 第九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对不对 从鬼生的 必犯罪 是不是 这国人 因为他必犯罪 天见犯罪 承不住的犯罪 能不能止住 承不住犯罪 这国人 是谁的 是鬼的 因为 魔鬼叫他犯罪 目的是 上帝就许可这件事 要显明一下 谁是鬼的儿女 谁是神的儿女 止不住的犯罪 他们满眼颜色 止不住的犯罪 这是在彼得 前书里说到的 对不对 能不能止住犯罪 但神做成 借着耶稣做成 这救恩 是不是止住犯罪 在我们身上止住了 在他们身上 没止住 他们继续犯罪 是不是继续犯罪 继续犯罪 我们呢 必不犯罪 对不对 从神生到 必不犯罪 为什么不犯罪呢 我下看 第五章 十八节 从神生到 神必保守他 是不是 神 括弧里面 神必保护他 能不能犯罪 能不能犯罪 绝对不能的 那恶者 能不能害他 犯罪的人 是被恶者所害 对不对 恶者能害到 犯罪的人 恶者害不了 不犯罪的人 有人说 恶者 害不了 不犯罪的人 那我们最后 怎么还被 魔鬼杀了呢 耶稣还说 杀身体 杀不了灵魂 又完了 这人在哪里说话 若非说 恶者无法害 这是从神生 这不是从神生 别往这上讲 恶者能不能杀身体 能不能杀了灵魂 耶稣讲的话 保罗讲的话 约翰讲的话 都是针对什么说的 灵 不是对哪 肉说的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 把这句话 往哪 往哪安呢 往肉上安 一往肉上安 坏不坏了 恶者无法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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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恶者无法害他 对不对 这就跟杀身体 杀不了灵魂 这句话 矛盾了 恶者能不能杀 耶稣的身体 能不能杀 耶稣的灵魂 不能的 恶者能不能杀 我们的身体 能不能杀 我们的灵魂 恶者无法害他 是害那个 从神上的人 这就不矛盾了 对不对 将来恶者 要杀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能不能灭亡 不能灭亡 因为身体 跟灭亡这件事 不瓜葛 一点 都不瓜葛 对不对 因为恶者 能杀你的肉体 但是杀不了哪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句话 一定要分清楚 不然的话 你就中迷过了 恶者无法害他 害谁 害那大肉块啊 真是熟肉体的人 对不对 今天恶者要杀你 虚无福了 你为真道的缘故 被恶者杀了 耶稣是不是被恶者杀了 亚伯是不是被恶者杀了 该也属不属那恶者 该也属那恶者 亚伯的死 是不是被恶者杀了 对不对 主耶稣死也被恶者杀了 那么将来我们肉体 要被恶者杀了 就说 那圣经话矛盾了 这个地方说 那恶者也无法害他 今天我们都为主被杀了 现在就是肉和灵之间的事 是不是 我们讲道就把肉和灵之间 给分开了讲道 那群人讲道就是 恶者无法害他 恶者无法害他吗 那上面说 从神生的 没说从人生的 你怎么把 前面讲的从神生的 恶者无法害他 紧接着又回到哪里去了 肉体的人 错不错 所以那些个 从讲道的人 就是这么讲的 对不对 那个犯罪呢 还犯罪 谁敢说谁不犯罪 还犯罪 只是不经常犯 不惯犯 不总犯 偶尔还犯 只要犯了就认 认了再犯 犯了再犯 没有尾就借着这一些人 犯了再认了再犯 把你也绞进去 把你也怎么样 来 边走边咕嚕 把你也绞进去 是不是 像一个脚 一个脚 都带刺刺刺刺 把你也绞进去了 这群认罪的人 在教会中间 凝固了多少人 这么多年 他在教会中间 离过多少人 就叫你认罪 叫你认罪 你好承认你是属魔鬼的 一魔鬼就犯罪 所以他就承认自己犯罪的人 他把约翰一书 那犯罪的拿出来了 作为犯罪 认罪的依据 是不是啊 所以把约翰一书 拿出来了 咱们不听神的 神说从神上 并不犯罪 那咱给犯罪呀 咱犯罪就跟神不一样 这是魔鬼的作为 是不是魔鬼的儿女 是魔鬼的差异 这叫什么 黑暗 黑暗怎样 黑暗掌权了是不是 我专题讲一个黑暗掌权 教会上的许可 黑暗在教会中间掌权 就把教会低从此来 都牢笼在哪里 所以就叫你出不来 是不是 想黄设法的 把你牢笼在罪里 因为他错解圣经 他为了叫你承认 你是犯罪的人 魔鬼就使用 他自己的差异 进到教会中间 做牧师 做掌扰 做什么 这个班长 那个组长 其实这群人 谁拆进去的 魔鬼拆进去 干嘛 就是要叫 所有的在这个教会里的人 都成为罪人 你只要承认你是罪人 你就属难恶绝 耶稣来的 除没除灭 魔鬼的作为 除没除掉罪 五章 三 五节 三章的第五节 懂吗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耶稣显现的 第一次显现 是不是除掉人的罪 第二次显现 不是除掉人的罪 要把有罪的人给灭绝了 是不是 耶稣再来 灭绝什么样人 以赛亚书 第十三章 第九节 耶稣再来 从其中除灭什么人 以赛亚书 第十三章 找着吗 第九节 以赛亚书 第十三章 第九节 找到咱们一头来 耶稣第一次来 是怜悯 罪人的 第二次来 就不是怜悯 是杀人 要灭罪人的 第一次来 因为你没有信 他第一次来 要救罪人的 你没有相信他 因此你的罪 就没被赦免 因此他要 第一次来 是要救罪人 第二 他现在生了生天 罪的问题 解决不解决 解决你信不信 你信了 你才是将来 能拯救的对象 等耶稣来 你说我还是罪人 黑的 我原来是黑的 等耶稣来的时候 我还是黑的 我原来是个罪人 等耶稣来的 我还是罪人 你说你是不是 被灭的对象了 是 耶稣来 绝对不会客气 绝对不会给你留情 所以用残忍 犯贩 烈怒 使着地荒凉 从其中 除灭什么人 我下干第九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我敢说 这句话 就指主耶稣降临 你相信不相信 因为新约里提到 主耶稣降临 旧约里提到 耶和华降临 旧约的耶和华降临 和新约的耶稣基督降临 是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说旧约的耶和华 就是新约的耶稣呢 是不是 耶稣叫不叫耶和华 天父叫不叫耶和华 咱可以查圣经 把这些格上 咱查几段身 耶稣也叫耶和华 圣子也叫耶和华 对不对 圣灵叫不叫耶和华 圣灵也叫耶和华的灵 也叫子的灵 听没听明白 你不能说 哦 圣父叫耶和华 圣子不能叫耶和华 咱们查一段结果 创世纪第十九章 第二十三节 找到吗 十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叫不叫耶和华呢 耶稣不叫耶和华 他为什么叫耶稣呢 耶稣这个耶色 是不是耶和华 他就是耶和华 你为什么有的人就扣这个字 耶稣是耶稣 耶和华是耶和华 耶和华不是耶稣 耶稣不是耶和华 我跟你查一下 验证一下 耶稣就是耶和华 来做救主了 对不对 我们看第二十三节 搞得没有 罗者到了索尔 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 降于索德玛和欧玛 耶和华使硫磺于火 从天上硬磺 两个硬磺 地上站一个硬磺 天上一个硬磺 那么地上站这个硬磺 是谁呢 耶稣 你怎么知道 他在地上站 他能跑地上站的人 他是不是向亚伯拉显现的 他为什么在地上站的呢 而且他使流磺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 降于索德玛和欧玛拉 在毁灭索德玛和欧玛拉的时候 他在地上站的 在寻找亚章的时候 他在地上喊 你在哪里 这谁喊的 耶稣 是不是 这个是为道成肉身的耶和华 道成肉身 父就给他起个名 叫什么 耶稣 听懂了吗 几个耶和华 两个 这个地上站的是哪个耶和华 紫耶和华 对不对 寻找亚当那个是哪个耶和华 紫耶和华 天上那一位是哪个耶和华 父耶和华 一共几个耶和华 那么圣灵在旧约圣经之后 叫耶和华的灵 在新约里叫圣灵 旧约有数也叫圣灵 因为他是圣子的人 对不对 那么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站呢 他为什么在地上站 我讲过了 看谁能想起来 真言书第八章 真言书第八章 真言书是在诗篇的后面 第八章 真言书的第八章 他为什么会站在地上 耶稣是在什么时候有他 他什么时候开始单独存在的 他不与父缘为一吗 原来他俩是一样 他什么时候最后单独存在 成为子 他得有一个被生 他有这个时间段被生的这个时间段 对不对 什么时候被生 是在天使还没有造出来 人还没有造出来 万物还没有造出来 他就生出来 这时候生出来的是灵 单独存在耶华子的灵 他就存在了 这个时候就存在了 他比一切受造的 以仙就存在了 他的一切被造以仙就存在了 对不对 以无所说不说这句话 他的一切被造以仙 对不对 所以他是长子 对不对 我们被见到他 在他的身上 也是长子 他是君王 对不对 我们看这段经文 在二十二节 八章的二十二节 找到吗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 创造万物之先 就有了我 他是在神所有的 万物之先 包括天使还没有造出来 包括万物都没造出来 天上地下 各家都因他得名的 所以 他是守生的 不是被造的 听不听明白 守生的不是被造的 是生的不是造的 亚当是不是造的 路易法是不是造的 米加勒是不是造的 加百列是不是造的 那几个天使 都是被造的 人是不是被造的 动物是不是被造的 日月星辰 是不是被造的 耶稣就在这 一切被造的以前 对不对 一切所有被造的以前 他早就被伤出来的 他就单独的存在了 听不听明白 父是父子是死 子和父他俩是有区别的 听不听明白 如果没有区别 那就今天上十架是死 上十架是父上死 做成救恩是子做的 是父做的 上十架 我们听说十架 受死的是死 是父 这就没办法分别了 对不对 做成救恩的是子是父 子 受死的是子是父 子 有了神的儿子 你才能有父 神就要见儿子 叫你得父 你要不见这儿子 没办法得父 听不听明白 道成肉身不是父 而是子 听不听明白 我先看 从根古 从太土 未有世界以贤 我以贝利 这是耶稣说的话 我以贝利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以伤出 你听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耶稣基督正式被伤了 对不对 再往下看 大山 未曾 未曾奠定 小山 未有之仙 我以生出 两个生出了 记住吗 大山 他在大山以前 被生出 再往下看 耶稣基督正式被生出 他是在天赋 创造万物之仙出现的 被生的 不是被造的 被生和被造 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 我先看 他历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 圆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始穷仓坚硬 下始渊源稳固 为沧海 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那里 为公司 就是工程师 他是设计者 就借着耶稣来造 父母亲自来造 父母设计好了之后 父母计划好了之后 是亲自来设计 人的眼珠 放在哪个地方 是只设计出来 就借着耶稣 这个公司设计的 哦 你的眼眉 为什么张眼眉了 谁设计的 耶稣基督 这句话就是在 希伯来书第一章 要借着他创造 周世杰 借着他的死 借着他 叫神人和好 就借着他 借着他创造了周世杰 是借儿子创造的 反被造成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对不对 对 是不是啊 生命在他里头 生命是人的 怎么服 再往下看 他是公司 日日为他所喜悦 他是公司啊 这时候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想好了 要造天地 都借着子来设计 鳄鱼造什么样 都是耶稣基督设计的 对不对 他是公司嘛 公司就是工程师 对不对 再往下看 常常在他面前 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 预备 可住之地 也喜悦 住在世人之间 这就是你知道 为什么他会在地上 他喜悦 坐在哪 地上 为什么 因为人类 是上帝 给耶稣基督 预备的妻子 所以 就像一个南海的 看中一个女孩 经常愿上她家出一样 愿跟这个女孩住在一块 耶稣基督 看中了人类 所以呢 常常地居住在人类 跟人经常在一起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都成为集体 一体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这就是 地上的耶和华 就是今天的 主耶稣基督 为你道成 入神以前的 听不明白吗 所以将来 在旧约里头 说 耶和华降临 就是指今天的 耶稣基督降临 我们看 撒加 利亚树 撒加利亚树 新约圣经马太夫 前面 马拉吉前面的一章 就是撒加利亚树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找到吗 咱们看 从第四章 往下看 那日 他的脚壁 站在耶路撒冷 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的 必从中间分裂 自动窒息 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 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 这是指犹太人要逃跑 逃到哪个地方呢 因为山 被山谷 被延续到哪 亚萨 你们逃跑 比如 犹大王 乌西亚年间 人逃避大地战 一样 耶和华 我的神 必降临 这就说 耶和华 我的神 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耶和华 我的神 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 同来 好 咱们再看 贴撒罗尼加后书 贴撒罗尼加的后书 贴撒罗尼加的后书 贴后 知道的吗 听明白吗 看这段经文 第七节 他必使你们 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德平安 那是主耶稣 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 在火焰中显下 也是带着 这种天使降临 对不对 是谁说的呢 是说谁呢 主耶稣 那么刚才 撒迦列书 十四章 说谁来呢 耶华来 与有一切圣者 同来 就只是天使说的 那么今天 这一篇经文说 耶稣基督降临 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降临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再看 启示录 启示录 第十九章 新约的耶稣 就是旧约的 经常在地上 站的那个耶和华 新约的耶稣 就是旧约 提到同天降临的 那一位耶和华 听没听明白 耶稣道成肉身 现在坐们坐在 父神的右边 我们现在等不等候 耶稣基督的降临 等候 这叫盼望 对不对 凭着盼望 等候降临 凭着信心 是吧 凭着信心 得救 凭着盼望 等候耶稣基督降临 好不好 十九章 知道了吗 第十一节 十一节 一 他的名 他的名 称为神 知道 在天上 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紧 跟随他 有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灭国 他必用铁杖 侠管他们 好 这个经文说的是耶稣 对不对 再来的时候 同的谁 一同来 他的军兵 是不是 在天上有众军 骑着白马 跟他一同来 那么刚才 他就业的时候 也说耶和华降临 新约的 也说降临 他说的 不是耶和华 是耶稣 这个耶稣 是道成肉身的耶和华 请问你 明白 他没道成肉身 叫耶和华 他道成肉身 叫耶和华 来做救主 又给他多了几个字 就是 救主耶稣 救主耶和华 救主耶和华 和主耶和华 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 主救主 比特正常说 主救主 主是指天父说的 救主指主耶稣 基督说的 这听不听 清没清楚 清没清楚 所以 旧约的耶和华 就指向新约的 主耶稣基督 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会有什么样 看 以赛亚书 第十三章 以赛亚书 我今天还是 岁人 在耶稣基督 来的时候 我能不能逃避 审判 能不能逃避神的愤怒啊 今天还是岁人 就寓意着耶稣要来 你就得下地狱啊 也就说 你今天还是岁人 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下到地狱的流光火火里 跟魔鬼在一起 因为证明你是谁的儿女 你今天还是岁人 是谁的儿女 魔鬼 那魔鬼儿女 等耶稣来的时候 跟魔鬼一龙下地狱 合理不合理 太合理了 谁的儿女 谁领家居 听明白吗 鬼的儿女 鬼领到地狱里 神的儿女 耶稣基督领到天堂上 你到底是犯罪的人 还是不犯罪的人 不犯罪的人 你怎么不犯罪 从神生就不犯罪 对不对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那么今天人 为什么对这个从神 为什么这么忽略呢 从神对基督徒来说 重不重要 不从神 能不能见神的国 不从神 能不能见神的国 从神这么重要 各个教会对从神 都是 那么忽略 说明这个教会的 领头人有没有问题 谁安查进去的 就不让人重神 那么重神不就 今天国 你要不重神 就跟 那个领头人 本身都是撒上魔鬼的差异 看里面就是邪灵 他目的叫你 别重神啊 别重神 怎么信都有罪 就跟审罪瓜葛 是不是 犯罪 认罪 毁罪 罪 道口 查罪 都跟罪 罪有关系的 就叫你承认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信也是罪人 这是魔鬼鬼迹中间的 一部分 是不是 怎么信都是罪人的 那么这个人信不信 信不信 压根没信呢 我们看这段经过 你看看重不重条 再看耶和华的日子 就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就约了他 就得用耶和华 因为耶稣他没道成肉 不能用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只能用谁的名字 耶和华的名字 你信主 只要看见耶和华降帝 耶和华的日子 主的日子 就是基督降帝的日子 好不好 我专题讲主的日子 专题讲的 不是讲基督再来 是讲 专题讲主的日子 那个日子 将会有残忍犯恨 猎物脑弄 使这地荒凉 当时 我查到主再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 是不是都知道了 天上掉什么呢 冰雹 雪 和什么 冰雹 还有什么 雪 还有火 三样 掺带在一起 第一个是掉这东西 第二是 叫烧着的大山 第三是什么 烧着的大行 一个比一个大 对不对 将来 在地上就千疮百孔 被砸了 你今天 现在还不预备好吗 这心是 对不对 预备好 你因信心 因信耶稣基督 是罪 还是义人 魔鬼告诉你 罪人敬虔 说自己没有罪了 这不敬虔 咱们今天是说自己没有罪 还是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除掉我们的罪 咱是这么信的 信耶稣除掉我们的罪 他告诉你 这叫自高自大 这是自高自大吗 这不是 因为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我必须相信 主第一次显现 是除掉罪 第二次显现 是要灭绝罪人的 你罪没除掉 是不是罪人 是罪人 耶稣来的时候 是不是被灭绝的对象 你说这件事 应不应当明白 你信了耶稣 这件事没明白 你说你还信耶稣 有什么意思 到现在自己 是罪人 还是义人 你不敢肯定 你不敢肯定 魔鬼就迷惑你 就叫你在这 迷惑从前 你不敢肯定 今天我诚意没诚意 我今天到底 重生没重生 那魔鬼就迷惑你 是不是借着 你的信成就的 神是不借着 你的信 神要 魔鬼知道 神借着你的信 成就 他就不让你信 这件事 因为你要一信 我是义人了 神就照着你信 给你成就 成就你是义人 你说信耶稣 没有解决我的罪 你就是什么人 什么人 罪人 所以魔鬼 知道这里的奥秘 因此他就 把持着你生命的命脉 你可千万别信 你是义人 你说你天天犯罪吗 犯罪你不是罪人吗 罪人就是道库认罪呀 就跟他起罪 查罪 守罪 就跟他毁罪 是不是 魔鬼目的是什么 叫你永远也不能成为义人 是不是 就叫你凭眼见 不凭信心 魔鬼就干这事 凭眼见 凭眼见 你这不还犯罪吗 你这么说 你看 他把露灵给混到一起 救你过你 你就说 对呀 是啊 你看我这还犯罪呢 所以我不是义人了 你看你自己承认的 你是什么人 罪人 魔鬼让你自己承认 你是罪人 所以后来 肯定你的罪 他借刀杀人 可历史历代 是不是就这么借刀杀人呢 那你能不能中他的诡计呢 所以我们必须晓得 圣经告诉 谁要借在你的心 所以你物要怎样 举手 清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事 是遍地游行 寻找什么样人 什么样人是他可吞吃的对象 就对神话语怀疑 对鬼话语 确信不疑 就这样人 就是魔鬼 吞吃的对象 听没听明白 你告诉我 你今天是一人是罪人 一人 你是重生的人 还是未重生的人 你是犯罪的人 还是不犯罪的人 重生生的 必不犯罪 你现在就咬定有生 持定有生 我就有永生了 怎么的 魔鬼的撒蛋 你推往后面去吧 你敢不敢持定 你不敢持定 魔鬼就拿着你开刀 听没听明白 信的一回耶稣 用一把信明白 信的吸吹糊涂都玩不完了 将来上帝的愤怒 能不能临到你 你就 在这里就能确定了 我们看 第九节 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节 你们 耶和华人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犯恨 列弄 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 重变什么人 门鬼早就知道 这句话了 因为他也查看了 门鬼查不查看 门鬼也查看了 天使也详细考察了 是不是 众先知也在考察 你这个信耶稣的人 你承受救恩的人 不考察救恩 你啥不啥呀 门鬼考察完了 知道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从其中 重变什么人呢 所以他叫你 永远是罪人 永远是罪人 等到耶稣来 你要被重变 你要给我做陪葬品 来 你别成语啊 你就成为罪人 这是我门鬼的危机呀 是 因信诚意 是不是上帝 向众儿女应许的 是 这是过大应许 门鬼今天就想要破坏 你今天去信上帝的应许 你若信上帝的应许 你就一定成义了 你若不信上帝的应许 你就一定不能成义了 对不对 所以门鬼知道这些经文 因为耶稣再来 要除灭什么 从其中除灭罪人 耶稣再来 有没有怜悯了 要是罪人 他还怜不怜悯了 耶稣上司加 救罪人 是不是 他升天了 不是救罪人 叫你罪人 向他回转 成为什么人 一人 那么怎么成为一人呢 我必须接受耶稣基督 才能成为一人 对不对 接受他做成的福音 才能成为一人 对不对 你若不成为一人 就将来就落到这个 被除灭的对象中间了 魔鬼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用诡计来带 那些人 在三次会堂的人 一辈你不会比拜的 不是光三次会堂 就家庭聚会的人 这一辈也不会明白 并且魔鬼利用这些个传道人 利用这些个牧师长老 在那里头大肆宣扬 王安浩讲错了 不要听王安浩 王安浩是一轮 他为什么这么讲的 因为王安浩就讲圣经 我们都不讲圣经 他讲圣经 所以王安浩不是一轮是什么 你还没发现这里错误吗 你还没发现这个错误 都一样啊 他们也拿着圣经 他拿圣经他不讲圣经 他自己口都说了 你还上当受骗吗 你若上当受骗了 最后死的是你 听没听明白 耶稣说他们勾引一个人入教 就成为地狱之子 比你们还甚 就说那些法律战士 是用什么方法 勾引上这来上这来 我们讲的是对的 你上这来给你 碰撒撒撒 碰撒撒 碗撒撒 碰撒撒 都给你 只要是撒撒就给你 就坚决不给你个完整的 就给你撒撒去 就能把你用过去 有的人为了那个撒撒 老的瘦家了呢 钻什么 图一那个撒撒 他怎么给个整的呢 给一套西服 一套西服多钱 啊 这一套西服得多钱 一千多是不是啊 一千多他一个人 发一千多 他 他得多钱啊 这教堂里要有个 一千两千人 他得多钱 所以他不给你那个 他给你发那个 几块钱那个查的 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给你查的 那叫什么呢 先给你点水 引一引那压水井 那压水水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像压水井一样 先给你倒点水 这卓山印 曾经这么说的啊 最后他就用这种方法 到处送礼 到处送礼 送到那个地方 你进到那个地方 你就是被他牢笼对象 你今天不是为了 给人的奉献 把你的命 搭给人家 人家借着你的奉献 玩死你 这些不明白救恩的人 是在玩你的灵魂 你以为到那奉献 蒙谁喜悦 你都没明白救恩 你蒙什么山喜悦呢 我问弟兄姊妹 没明白救恩救救救 奉献的 这叫什么 昨天晚上讲过了 啊 给你献祭 给你献祭叫什么名 你让人 啊 问你献祭叫什么名 立功之法吧 昨天 没明白救恩 献祭 是不是立功之法 明白救恩 那献祭叫什么 信主之法 对不对 你告诉我 是明白献 是不明白献 现在那些个假道理 都是没明白的 进去 就想办法勾引你 就弄些小很小回 叫你进去 不是今天给你发一个什么 一包花子 那明天给你发一包什么 巧克力 再给你发一包什么 就是不值钱的东西 勾引你 你往那里奉献的 就不是指这点东西了 是不是 其实为了钱 玩弄你的灵魂 这也是魔鬼 计划中间的一部分 听不懂 你往那死之后奉献 哎呀 你这奉献 感谢神 赞美主 奉献你 奉献你越多 神就赐福越多 非但没赐福的 还弄了一身病 弄了一身病 完了之后 找个朱山运 来 山运兄弟 给他祷告 祷告呗 山运兄弟就来了 来了干嘛 我的宝血 我哪吐 叫肉这样吐 耶稣的宝血 洗心是洗肉的 应该是明显洗心的 那是西伯来书9章14节 耶稣的血是洗心的 是的 他往哪洗 暖气管的 是不是 下水道当 厕所里头 这是我把耶稣血 当做平常了 魔鬼故意的叫你 把耶稣血 当成平常 你玩不玩了 牛仔在跟头 怎么样 玩毒一个了 出玩毒的了 那有的人甘心乐意的 扶手甘味如此牛 愿意扶在人的手下 钱被人骗去 灵国也被骗去了 这一辈被骗去 人家朱山运的老婆都跑了 你们还往里进 傻 是不是傻呀 他自己老婆都发现了 他的错误都跑了 你还往那里进 还往那里钻 给什么好处都不去 听明白 现在天象 朱山运太多了 进朱山运 是不是 朱山运就是网过钱的 那你去了 被人网过了 好不好 真正的传道人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生命 假传道人是为了钱 是不是 只要有钱 有奶就是娘啊 不管是狗奶 猫奶 鱼奶 狼奶 猪奶 得让就吃啊 有奶就是娘 猪也吃 怎么买它 只要有那么一个 有小啾啾 你说完不完呢 你今天你的命是谁呢 你自己的 对不对 你往那里都钻 是你待的地方啊 那是灭亡人 将要去的地方 你是不是灭亡的人 你要不要往那里去 你不要往那里去 不要跟他们一起说话 要与他们分别 听闻听闻 分别了的才能为生 才能归给耶和华 你都不分别了 跟他一样 他罪人 我也罪人 他不义 我也不义 是不是 他姓主 我也姓主 我不捐皮 不姓马 对不对 就跟着借光的 是不是 这里面说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什么呢 残忍 那个时候就不怜悯人了 因为福音传不传 耶稣坐门就会成 你信没信 你没信等耶和华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你说地有什么 必有残忍 犯恨 烈怒 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除灭什么人 你什么人 对不对 我讲真假诚意的时候 你这个义人 他走的是路 和恶人走的路 不是一个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义人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啊 你俩走的不是一条路 对不对 恶人跟着撒旦跑 义人跟着耶稣跑 跟着耶稣跑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跟着撒旦跑 一辈都是在黑暗里行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道路 一个是往天上去 一个往地上去的 所以你是罪人 就注定了 你是属谁的 所以要被除灭的对象 今天借着福音往外扑 这个福音谁也拦住不了了 人性诚意 我们所讲的诚意 是灵性诚意 他们讲到底诚意 根本不是一个诚意 对不对 这样呢 我们最后会不会去一个地方 行啊 到底诚意也行 灵魂诚意也行 反正就诚意了就行的呗 朱山医也讲诚意 哪诚意 我们也讲诚意 哪诚意 我们俩诚意 讲的一不一样 不一样能不能去一样的地方 这绝对不能去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都在讲的 那小兵 小兵 灵魂诚意 还有 平约瑟 他们都讲诚意 他们都讲哪里诚意啊 这我听的 你听了一会儿你就知道 你听完我讲的 我讲灵魂诚意 他们讲肉体诚意 你听一会儿你就会知道 除非你是没有灵的人 你要没有灵的人 你听半天你也听不出来 现在有人就听 就中了迷惑了 就在那里头 这就说明他重没重生 压根没重生 这样的人压根就没明白 我讲三种诚意 第一种诚意是什么诚意 地位诚意 第二种诚意是什么诚意 肉体诚意 第三种诚意是什么诚意 名性诚意 这样我们有没有区别了 哪一种是最对的呢 名性诚意 名性诚意 现在反对我的人 在听我讲到反对我的人 现在出来 听听这个听听那个 最后还是回来 哎呦我感觉到 还是我讲的最对 这些人都讲的都不对 他们讲的都缺陷 在这发现了 又回来 又上方号车停了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是主的羊 还得归回 你听明白吗 除非你今天 你不是主的羊 越走越远 越走离这个真道越远 跟神的这个救恩证 里一点瓜葛都没有 是不是啊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今天 应当越发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好不好 咱们可别又听完了 又跑那里 又离头钻那里 这也差不多了 这一幕是也讲他的圣经 拿圣经是招牌 不拿圣经 你能上当受骗 你能上钩吗 对不对 就不拿圣经 那个调包那个 他上面放一张的是真钱 就上面一 就一张是真钱 下面全都不是真钱 就调包 啪掉地 他得拿那顿 你才能去捡他 你也捡 是不是上当的 那是调包啊 你能不能上当受骗 现在很多牧师长老 在那都上当 都在调包呢 有许多的 弟兄姊妹 不知情的弟兄姊妹 对真理不清楚的弟兄姊妹 就跟着跑 你跟着跑 你能跑得起 他根本死住不怕 开水烫那活 你不怕烫吗 主说的山芋怎么讲 是看不上手啊 撂撂不下 撂就能被瞎了 是不是 不撂吧 还能要 看不上手 看不上手啊 你现在跟着跑 你能跑到什么结局 他讲的是真道吗 他玩的是地上的事 你跟着跑 你搭上的是天上的事 你搭上灵魂了 听不听明白 弟兄姊妹 咱们今天不能为他们的缘故 把灵魂搭上 你必须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知道 晓得这个救恩的奥利 好不好 重生是每个基督徒 必经之路 你若不重生 这一辈子 算没办法进神的过来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 就是对你好 你别觉得 哎呀 黄金星我们讲 就你讲的对 就非得听你讲吧 那别人讲不懂 那圣经到牧师长老 都那么讲嘛 你还没有分辨吗 假如那些宗教领袖 讲的跟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能够说 那个 你好了的 毕师大的 那个瘫子说 你不要再犯罪啊 我在哪犯罪啊 耶稣说 你不要再犯罪 我是犯罪啊 我律法都守住了 你守住了 你怎么 在毕师大 他长了三十八年 我跟您说犯罪 我在哪犯罪呢 主管你 你告诉我在哪犯罪啊 我没犯罪啊 我一点错事都不错 你没做错事 这就是犯罪 听门已经明白 你一点错事没错 就拿这个当义了 这是在律法下 靠着自己的肉体 一点错事没错 这叫守律法 守律法是不是犯罪 犯罪的是不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叫不要罪 律法因肉体的软弱 有所能不能行 没有一个人 因行律法 在神面前成疑 这是明显的 对不对 那么今天 你在律法下 是不是在咒补之下 你在律法下 是不是在灭亡的路上 那么今天 很多的人 今天听耶稣说 不要 这个必须大师肯定在 那个身边 被耶稣医好 那个摊子 一定是在他干什么坏事的 是吗 是吗 怎么 不是呢 你从恩典中掉头了 又掉到律法 你是不是犯罪 是 这就是犯罪呀 你不跟耶稣 就跟那旧影子跑了 昨天晚上我讲 律法是将来美式的什么 不是那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在这每年常现一样的节目 将来进前来的人 得以完全 你靠律法成义 就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 对落的 对不对呀 对 那么你今天回到律法 用恩典回到律法中间 耶稣把你医治好 你没跟从 所以耶稣 你跑店里又去守律法 是不是犯罪 是 耶稣说 不要再犯罪 就是你不要再靠律法成义 你靠律法就得犯律法 犯律法就是犯罪 你犯罪的人 最的公价就是什么 是 听明白没有 可别把那经文拿过来 不要犯罪 咱们板住手中 憋住别犯罪 一点罪也别犯 你正在犯罪呢 你干这个事 就是正在犯罪 因为你憋住 谁叫你憋了 怎么憋 你脑袋憋出包 也照样犯罪 那些人在宗教里 活憋这么多年 憋 憋没憋出意义 相反 憋满脑的都是包 是不是 农包 罪包 背个大罪包 后面挡住个大罪包 一生一世就背了罪包 是不是犯罪 这就是犯罪 离开恩典 进入律法 就是犯罪 离开基督又进到宗教里 适合就是犯罪 对不对 耶稣说他犯罪 不是因为他犯罪 是因为他不犯罪 想要到那律法里 再说规短 不犯罪 翻译行律法规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刚给他医治好 他要跑到律法里 是不是又惹来咒诅了 又招来咒诅了 耶稣说这话是因为 耶稣一直好 他应当跟随耶稣 对不对 不应当上宗教里 再去守那些死规条 因为守规条 守不住就被咒诅 就怕你再守不住 再被咒诅 进到律法里 就被咒诅 经文经明白 你的人拿这些话 耶稣教导 那个壁士大摊子 不让他们再犯罪 所有板住啊 守住啊 别住啊 装好装缘 别犯罪啊 是不是这么领受了 有没有这么领受 这么领受 是不是错了 错了 我讲不要再犯罪 是专题讲的 我希望弟兄姐妹多听 好不好 你就指着我在这个地方 就讲这两三天 绝对不能完全明白 听我已经明白 因为我讲到 每个地方一个课题 每个地方一个课题 一个课题说一个问题 一个课题说一个事 你就看那一个 那几十几讲 够不容啊 不够 咱们今天就今天吃饭 明天就不吃了 够不容 一天吃三个虫够不容 少屋主对那个 刀木关子说 那个捉木鸟说 一天吃三个虫够不容 不够不够 那么周主又说 三天吃九个虫够不够 足够足够 一天吃三个不够了 三天吃九个就够了 这说不了是聪明啊 神宇宙 还是一天吃三个 对不对 五八还等于多少 四十嘛 他没明白 咱们主说的话 是不是 现在有多少人 没明白主说的话呀 听这个道有没有够的时候 要够的时候 证明你要被主接的时间到了 你听到了 你不听到了 中间断了 证明主要接你的时候到了 对不对 咱们在地上 除了敬拜赞美就是敬道 听没明白 你活着就是为道活着的 这道就是你的光 你几时不听道了 你里边光就黑暗了 里边黑暗的黑暗是何等的大的 听没听懂啊 弟兄姊妹 一同来闭目 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 谢谢你恩待你的百姓 谢谢你在这弯曲邪恶的时代中 兴起了我们 并且借助我们的口来传讲真道 你没有使用别人 却使用了我们 你从尘土中间高居了我们 从分队中间提拔了我们 使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邪恶 关系背面的时代 如同明光照耀 借助我们照亮一切 坐在黑暗中死因类的人 把更多的人的脚步 紧到平安的路上 谢谢你恩待这里的教会 在这块土地上 兴起了属于你自己的儿女 因为我相信 你必在齐和这块土地上 大大的兴起你自己的教会 将你的福音被广传 使更多的人都接受那个救恩 使更多的人都弃甲归真 来到主你的面前 真正的领受 你所栽种的真道 谢谢天父恩待你的百姓 赐福这里的接待家庭 也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 使他们都能斥守你的真道 不至于偏离你的左右 突击魔鬼对他们的攻击和搅拾 使他们能够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 于保守他们回家的路上 一切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 按时 按时后来带领他们 使他们都能够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使我们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 成为世代福音的见证者 听我的祷告 感谢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灵求得 好